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 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 你们藏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我大大的放胆 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 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分外的快乐 我们从前 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 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痛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你看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自诉 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责罚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那要在神面前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 表明出来 故此 我们得了安慰 并且在安慰之中 依你们众人 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 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 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都是真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 他爱你们的心肠 就越发热了 我如今欢喜 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你能在凡事上 你应该 robust 便能在凡事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